根据统计,全球宠物经济规模已经成长到约6兆元 在台湾这块市场大饼估计有500亿元 衍生出庞大的宠物商机 其中就包括了狗狗幼儿园 原本担任记者的李淑恒 当初为了照顾罹患心脏病的年迈安全 辞去工作专心陪伴 过程中发现很多司主都遇到类似的问题 也让他兴起了成立狗狗幼儿园 以拟人化服务来规划课程的念头 在幼儿园里头,狗狗除了上课之外 也有午休、点心时间、户外活动等等 让他们能够开心上课、快乐学习 究竟狗狗幼儿园长什么样子,带您去看看 来的时候其实早上会先让他们稳定情绪 然后大便、小便,然后开始吃饭 所以我们早上大部分其实是让小朋友自由的 先自由地稳定他们的情绪、自由地活动 像有一些熟识的,他会马上就玩起来 尤其他可能还需要时间安静 他就会先到一些地方先去休息 然后下午你才会做一些团体活动 来,你怎么啦?来 你今天怎么了?哎哟 你怎么不吃饭呢? 你不是来学校都会吃饭? 每只狗狗个性不同 来到学校后,有的得花点时间适应 有的很快就和同学打成一片 在这里他们可以一起上课一起玩乐 老师们也会不定期更新课表 推出有趣课程 像是在欧美已流行多年的狗狗瑜伽 好棒喔,后腿要用力 有没有用力 好棒 就是透过按摩然后伸展来让他们就是放松下来 因为有时候他们就是很活泼、好动、想要玩 但有时候也要学习 在适当的时候要休息 休息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他们就是会玩过头 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休息 其实他们已经很累了这样子 主要是让他们在这边先练习 这样子静下来 那也希望说狗狗跟家人们之间 可以就是多多有这样子的亲密互动 亲密互动可以让彼此之间感情更好 再加上透过穴位的按摩以及筋骨伸展 让狗狗们可以放松 此外也会有吃饭跟点心时间 吃完饭还得帮狗狗刷牙 好棒喔 那才不会有口臭 棒的很好吃 刷牙才是好宝宝 就像对待人类小朋友一样 中午也会熄灯午休 让狗狗们乖乖睡在自己的小床上 老师们还会每天写联络簿 记录校园大小事与家长分享 有些家长就是对这种联络簿 还蛮坚持 他们也很喜欢有这个东西 就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纪念这样 对 所以我们每天他们来上学 就会帮他们写 就怕狗狗们成天待在教室里会闷坏 因此户外活动也是少不了的 因为其实他们很需要散步 只要天气不会太阳 因为我这边附近还好 就是还有这个晒不到太阳的地方 所以可以的话 就是每天其实都会有 给他们出来一段时间 一定要先自己感受一下那个温度 怕温度太高的话 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穿鞋 所以他们其实都直接踩它 如果太高会让他们的脚会受伤 连地面温度都很注意 细心照顾这群狗学生们 而想出以这样完全拟人服务 成立幼儿园的李淑恒 三年前之所以选择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她已过世的爱犬Bibi 六十八年次的李淑恒 原本担任报社记者 早出晚归工时长 但当时Bibi年纪大了 得了心脏病 需要有人陪伴长时间照顾 于是她做出决定 我当时知道我工作的时候 我的主管还蛮惊感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那个 公司已经待了九年 我跟她说我为了 我因为Bibi要自职了 她觉得说不可思议 然后我为了一个高高 我就有跟她说因为她就是生命 她其实十几年生命 我觉得我的工作 我的手脚都健康 以后再找工作没有关系 那当然也是因为 那时候我先生还有工作 不是说很富裕 可是就是还可以 有一个人先伤口气在家陪她 那陪她的过程当中就是 也是一直写博客分享她 然后有读者就会问 问到说Bibi吃什么 Bibi用什么 那我觉得说如果你们可以信任我 那我是不是就是可以 照顾Bibi的同时也照顾你 不会拗 她发现 许多家长都有类似需求 认为这是个值得经营的市场缺口 于是成立了狗狗幼儿园 园里只收十公斤以下的小型犬 才会员招生制 每天只接受二十个名额 还得先预约 但经营初期 招生是一大考验 太新的服务了 一般人会觉得 狗哪需要上学 其实到现在我们刚办的这里 我们的招台没有特别写 我们是什么幼稚园 没有这样写 但是就是看得出来是跟狗关 所以前两天有个带狗的经过 她就很好奇 我就走出去有跟她聊 她就 我跟她说我们是幼稚园的时候 爸爸 英语一对夫妻 爸爸的反应就是跟她的狗说 你那么大你不用上幼稚园 就是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 她为什么要上幼稚园 我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蛮倪人化的主人 那我就开始会去想说 她们来这边八小时 如果只是一个空间 有人陪 那我跟她在家 好像一样 如果我陪她 我又不能为她做点事 我只在旁边打电脑 那好像一样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 那我小时候去幼稚园的时候 我们都做一些什么事 开始这样去假设 狗狗幼儿园要如何被知道 更进一步被需要 李淑恒想做的 不单只是传统日照形式 她用心规划每天课程 还会配合节庆办活动 从最初总是冷冷清清 只有两三位学生 辛苦撑了快一年 到后来靠着部落格网路宣传 以及上过课的家长帮忙介绍 终于慢慢打出名气 因为现在大家都少子的话 然后都会养蟲目比较多 所以就将狗狗想说 他也在家里怕他无聊 然后就想说来带过来试试看 这样子 当初只是很单纯 让他做一些社交的活动 因为这边的其他小朋友多 那让他社会化 然后他就会相对就是 看到其他的狗或什么 他就比较不会有一种 陌生或攻击性这样子 好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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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乖 这么乖 好乖 他来就开心了 就是上班族很忙 然后狗狗都很可怜 都只能待在家里面 我觉得他们就跟人一样 他们就像小朋友一样 他们也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权 他们会不定时直接就是传送影片啊 然后告诉你说他现在的状况如何 其实他们的生命就只有十几年 那其实不要 就是浪费掉 他用掉了三分之 二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 就是等你回家 然后觉得你把他关在家 好像只是一个大笼子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觉得 这个有被接受 根据统计 目前全台登记饲养的猫狗数 已有250万只 衍生出的宠物商机高达500亿 且维持10%以上的年成长率 因此宠物相关行业越来越夯 当然希望他要是可以稳定营运下去 大赚我觉得不在我的目标 我本来说不是因为商机投入 我也不是因为觉得说 我做这个是要大赚钱 我做这个很大原因就是我希望 我跟Bibi的一些后期相处的美好经验 我可以一直让更多人知道 说其实你养狗狗 你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你很快乐 狗狗也很快乐 工作 事业 置业 事业可能可以 你会为了你想 为了你自己的事业 然后你愿意这样一直一头论 因为你想要他是赚钱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段 可能做的就是置业 我把我的兴趣跟我的工作结合 置业我不一定是为了钱 可是我觉得 我看到一些好的改变 或是不管在我自己身上 或是在我们小朋友或是我们客人身上 我觉得我看到我会觉得还蛮开心的 我就会希望这个店可以这样一直存在着 以爱护狗狗的心出发 经营狗狗幼儿园 接下来还要结合狗旅馆 还是都碰上幼稚园的小朋友 他也是把妈妈需要出差 然后还有就是 所以我们就想说 接下来我们这个新的空间 会有24小时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做这个幼儿园 其实就是因为觉得我的狗狗 他也是年纪长了 年长了他需要捞犬招呼 所以我们就想要用一个 打造一个比较舒服的空间 可以之后有一些捞狗狗 或是我们幼稚园的狗狗 他们慢慢也会成长变老 那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安静的地方 是可以让他们舒服的 睡觉跟休息跟静养 房间里有特别定制的床铺 迷你版的可爱请具 一旁还有娃娃玩具 以及小型衣架可以挂狗狗衣服 温馨舒适的空间 让狗狗躺在床上 马上就能进入梦乡 因为我们在每一间房间里面 都有他独立的监视器 然后可以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 可以透过这监视器 看他在房间里面的状况 那还有这楼上游戏区 也都会有监视器 可以让他们及时看 让家长可以及时掌握毛孩动态 尽管分隔两地也能安心 李淑恒用当初照顾爱犬BB的经验 以一个四族的身份 将新笔新打造出的狗狗原地 这里对他来说 也是延续和已过世的BB之间 重要回忆的地方 因为BB我们才有开这家店 然后可以预见更多小朋友 还改变更多 对 我觉得他改变我身份很多 不然我现在可能真的 还是在每天这样11点下班 然后像可能身体说明都搞坏了 因为他生病的时候7点半都要吃药 我就变得很规律 每天7点半的起床 然后因为他我就觉得 我的人生都变不一样了 就变得比较有生命力 这件事情让我没有 就是没有中断 跟他之间的连接 就觉得他就在了 狗狗的生命只有短短十多年 李淑恒将对爱犬的思念 投入在幼儿园里 女人画服务是这里最大的特色 因为他知道 每一只毛孩都是家长心中 最珍贵的宝贝 是亲爱的家人 从花时间陪伴与教育做起 也因此创造了另类的商机